今天我们来做馄饨皮 只需要中筋面粉和土豆淀粉 冷水和面 水慢慢加 一边加一边搅和 让这个面粉充分吸收水分 雨露均粘呢 等这个面粉和到没有干粉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再和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盖上 让它休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面 它本身已经产生筋性了 而且盆祸得多干净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它祸五分钟 让它再次休息 这一次醒它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面就可以来擀皮了 放滑溜 准备一些土豆淀粉 土豆淀粉里面没有筋性 所以它不会和面团里的面筋混合 但是又有很好的防粘效果 一开始擀的时候就一边擀一边转 尽量把它擀成一个圆形 如果觉得有点粘手了 就撒点淀粉 等你这个小擀面杖不够用的时候 再换一个大的 大的擀起来很快 擀到最后的时候 你只要两边用力就行了 擀到你喜欢的这个厚度 就把它展开来 已经很薄了 给它中间一分为二 把它对齐了 好好整理一次 中间再来一刀 把其中的一半 搭到另外一边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四方形的角 拿擀面杖做你的尺子 按你喜欢的宽度 给它切一条出来 拿其中的一条 作为我们的标准 横竖都用它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 很完美的四方形的馄饨皮 剩下这些边角料 可以用来做面片汤 我们继续切 自己做的馄饨皮 比外面买来的要好用很多 现在我们开始包 肉馄饨的话 不用加很多肉 当然你喜欢的话 可以多放一些 蘸点蛋液 它就不容易散 这个时候 不论是做馄饨汤 还是做面片汤 肯定都是非常的好吃 的 感谢与你的 感谢观看